我们刚刚曾经有新增了一个栏位叫做rank1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一个叫discount discount是什么呢 是折扣 也就是说假设在这个地方 我要去计算 计算出每一个值 每一个销售啊 他折扣后的那个金额 那当然就是什么 那当然就是真实的销售real sale 真实的一个卖价应该就是什么 就是销售金额乘以1减discount 所以我们来怎么样去算出来real sale 滑鼠右键点选这个sales 然后点选create 然后calculate file 我再重新讲一次好了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销售 那这个销售呢 我们是不是要透过一个所谓的discount 然后才能产生真实的销售额 所以呢我们就用销售金额乘以1减discount discount都是那个0点几啦 当然有可能不打折 所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用滑鼠右键点它 去新增 去新增 所以滑鼠右键点选sales 然后新增 创建一个新的栏位 计算栏位 然后接下来请在这个地方呢 输入什么 例如说这是我们真实的销售嘛 reel deo sales 就是真实销售 你也可以打英文 也可以打中文 再来 请问一下销售那个金额嘛 销售金额 就是我们用那个销售的金额 乘以什么 乘以 刮壶 1减 好 那如果你要选择某一个栏位 我这边要告诉你 就是用这个刮壶 中刮壶 要用这个中刮壶 然后自己打字 可是你可能会打错字啊 对不对 所以我不太推荐你用自己的打字法 你直接用拖曳的方式 这边有一个discount嘛 直接按住它搬进来 搬到这个上面不是有一个三角形吗 搬到这个三角形所指定的那个位置 例如说我要放到1减的后面 然后又刮壶 您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 下面这边 它说这个的计算 is valid 这是正确的 好 OK 那我们是不是就产生了一个real cells 那real cells请注意前面那个符号 前面那个符号它一定会出现一个井字号 因为它是数值嘛 对不对 我们增加出来的那个名称 如果不是数值 你就要记得把它搬到dimension这个地方 那可是前面它会多一个等号 你有没有发现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是经由我们手动计算出来的意思 也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啦